各位区块链生态的家人们,welcome back! 欢迎回到EOS网络基金会频道,我是Cassie 接下来同样是由我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新的一周EOS生态发生的新鲜事 4月11号到4月17号的周报共包含了8条资讯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的,头条是EOS VM发布会以及AMA活动一告 EOS网络基金会将在北京时间的4月19日晚上9点 在Triture Space上举行EVM发布会以及AMA活动 ENF执行总是EF以及EVM的核心贡献者将出席粉丝活动 并围绕这一众大事件来发表主题演讲 好的,接着往下看第二条 EOS VM将已经在测试网上的一个上线消息 引发了EOS中文社区的密切关注和广泛讨论 4月12日的上午11点 便不受邀请EF来分享了一场AMA活动 EF围绕了EVM上线在即 EOS新增城将如何展开的这些话题 带来了精彩分享 而4月13日的晚上8点 起点中邀请五大热门公链 围绕公链竞争格局展开精彩分享 EOS网络基金会总是会成员 达峰受邀出席粉丝活动 而在紧接日的4月15日的下午2点 EOS网络基金会中国区负责任 Martin受邀参加 All Daily星球日报的线上AMA 与另外三名的受邀代表 共同来围绕Web 3.0的话题 展开深度讨论 第三 上周 EOS网络基金会发布了 2022年的第一季度报告 报告包括 四份蓝皮书的发布 EOS UEM的开发 UliPlus RecoverPlus USIOPlus等核心工作组的新成立 为Permelo第二季匹配池提供资金 与OCI建立合作关系 Mandale Release的建立 制定MarketPlus计划等 更多亮点 2022年第一季度 ENF的总体支出约为500万美金 大家可以在报告当中看到财务支出情况 以及今年后三个季度的工作计划 第四 Permelo第二季将于本周结束 对了 再次提醒大家 个人捐助通道将于4月23日截止 另外您可以通过Port GibHub Google Apple Discord 以及微博来验证您的身份后来获得信任奖励 第五 Black3举行US头脑风暴会议 本周该小周讨论了Jesse提出的 根据每个Black2之间的平等数量 以及Tardis提出的用Retro支柱特定项目的一个提案 第六 仍旧是每周一次的Mendale升级会议 在本周的会议当中 与会者分享了关于 Drungle 4 API节点升级到Mendale 3.0.5 RCE的最新情况 第七 GreenMath 发布最新进展 目前 GreenMath团队又开始专注于 通过Ankle改进提供更流畅的体验 通过Unicub创新账户的创建服务 此外 团队还提到账户创建 Ankle安装和Unicub流量的指标 均显示出稳定的长期增长态势 最后 我们把目光追调到最后一条资讯 Eden 第二届Eden官方选举完成 其中 TrackMajerno分享了一个由 三部分组成的平台 通过于使用的Eden DApp 对Eden成员具有内在价值的NFT 和市区拥有的资金池 来帮助市区为EOS来发展分配资金 而Eager Venegas 则提到了 为Eden整合工作的工序 将Eden扩展到更多的区块链上 那么下一次的正式Eden选举 将定于10月8日举行 如果您不是Eden会员 并且有兴趣参加未来的选举 您可以联系EOS Support 来了解更多信息 好的 以上就是Eden EOS周报底15期的全部内容 接着 开始我们上一期周报的一个视频评论分享 好的 第一条是来自用户名为为你放弃的朋友 他说 EOS网络基金会支出框架 期待能够吸引更多的团队和个人 参与到EOS的生态建设 期待基金会能够优先资助一些钱包项目 目前逝去的不少家人反映 EOS创建账户不太容易 转上什么的比其他供电复杂了一些 可能会阻挡到一些新的用户 希望基金会能够考虑一下 谢谢 好的 诸位朋友的建议啊 我将会反馈到相应的团队 第二条是来自用户名为Handsome的朋友 EOS成绩太久了 需要一个契机来点燃 最近通过EOS网络基金会的各种动作 每周发生的各种大事件 相信EOS在2022年能够被点燃 以非冲天 或许啊 Handsome提到的点燃契机 就是本周的EOS event的重磅发布 好的 来到本周的最后一条留言分享 是来自用户名为廖建168的朋友 他提到 Yves非常坦诚地回顾了和检讨过去的错误 展望未来 就如Yves所提到的 所说的 EOS在未来的几年肯定会崛起 会是比特币和以太坊后第二阶梯的领头呀 EOS to the moon I believe 我相信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EOS网络基金会和EOS生态的更多资讯 欢迎大家订阅EOS网络基金会 YouTube官方视频号 此后我们将以EOS to the moon来结束这周的视频 EOS to the moon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Bye Bye